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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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 《檸檬蒸烏頭》 今次我們會用兩種檸檬 辛酸檸檬和鹹檸檬 烏頭去街市買的時候 跟師傅說要開邊 會幫你切開 開邊之後會變成蒸得快熟 薑片鋪底 然後放幾條蔥 放上去 另外這半是切蔥絲的 我們先清理一條魚 最重要的是 把黑色的膜洗乾淨 檢查一下 魚檔會否把魚鱗打乾淨 我們在薑和蔥上面 放兩隻筷子 浪起一條魚 讓魚凌空 空氣可以流通 變得容易熟 而且底面也熟得均勻 放上去 鋪上去 把新鮮檸檬和鹹檸檬切片 把小檸檬鋪上烏頭 以這條魚的尺寸和肉身的厚度 蒸十二分鐘就夠了 水滾雞 我們趁這個時候就切好蔥絲 這個時候我們準備好熱油 大概兩至三湯匙就夠了 魚蒸好之後就拿出來 把底下的蔥和薑 把底下的蔥和薑 拿走 醬汁我們不要的 我們放一些蔥絲 上去 我們淋一些滾油 放下去 這個蒸魚豉油之前我們已經拍過影片 分享過怎樣製作 如果大家想重溫的話 在右上角的連結就可以重溫 魚豉油我們就不要浸在面 浸在旁邊 大概放兩至三湯匙就可以了 好 今天的檸檬蒸烏桌就完成了 多謝大家收看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頻道 希望可以訂閱 和按通知鈴鐺 才不會錯過影片更新 多謝大家